本門局烏塔拍回首 昨天晚上11點15分 貨爆因疑似過大 在蘇澳公路134.3K處有路數倒塌 阻礙交通 當時剛好有一部直橋客車由南向北行駛 被倒塌的路數擊中 車頂及車身受損 所幸駕駛及車內一名乘客沒有受傷 隨即通知南澳公路段 以11點15分 恢復單線雙向通車 以隔日的零時15分 恢復雙向通車